你好 欢迎收看焦点观察 我们今天的焦点是今天刚刚结束的第13轮中美贸易谈判 最新的消息是美东时间今天下午 美国总统川普说 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了非常重要的第一阶段协议 这與中国达成了非常酷 我们继续交易的零件 在川普总统开始讲话时 刘鹤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总统的诚挚问候 并递给川普一个大信封 内涵习近平置川普总统的信 川普接过信封后立即打开 共两页分别用中文英文书写 因距离较远新的内容无法辨识 可能内涵农产品等内容 据悉在这次的川普与刘鹤会面上 刘鹤跟川普共有三次简单互动 第一次是刘鹤提到中国近期购买了2000万吨大豆 第二次是当总统川普表示欢迎中国学生来美学习时 刘鹤表示赞同川普的说法 第三次是当川普说 贸易谈判进展对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 刘鹤再次表示认同 而除了释放正面消息外 还有两个特别的点值得注意 第一 刘鹤突然转变身份 再次持特使头衔 此前在北京时间10月10日 中国官媒新华网的报道中 仍称刘鹤是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政治局委员 以及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 而在11日 今天白宫刚刚发出的 对中方贸易谈判牵头人刘鹤的情况解释上 将刘鹤更名为特使 这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赋予刘鹤谈判权 第二 刘鹤的座位安排 虽然刘鹤使用了习近平特使的头衔 但这次位置却没有再次回到川普旁边 从会晤现场可以看到 刘鹤坐在了川普的对面 另外 在中美第13轮谈判刚刚结束 中国官媒新华社就立刻发布了谈判结果的通稿 内容与美方公布的几乎无异 但有一个特别不同的是 新华社特别指出 川普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 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 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 第二阶段将立即开始 彭博社早前爆出 两国官员已达成部分协议 将一些有分歧的关键议题留待日后讨论 初步协议将促成贸易战停火 并为更广泛的交易奠定基础 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签署这项全面协议 川普对记者说 预计会有价值400亿至500亿美元的新的农产品交易 货币协议和外汇交易 包括在中美达成的部分协议中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将同意在农业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 美国则应运做出一些关税减免 将暂停原定于10月15日生效的关税调整 原定于12月中旬生效的关税 也可能会被推迟或取消 这是两国首次在贸易战中取得突破 去了解 这次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知识产权 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 在农产品采购方面 川普说 中国答应购买价值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而就在昨天的谈判进行之前 有消息人士就对媒体透露 刘鹤的团队提出 将大豆的年购买量 从目前的20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 并且中国基本上同意了美国农业部对牛肉 猪肉羊肉的所有要求 还同意对进口流程进行大约60项内部更改 现在看来 这条消息的准确性还是比较高的 在金融服务方面 中国证监会在北京时间2019年10月1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高丽发布两项内容 一是证监会明确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外资股比限制时点 二是证监会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中国证监会周五宣布 将自2020年1月1日起 取消期货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100%持股 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限制 也将分别在2020年4月1日和2020年12月1日起取消 此举是北京不断加快金融业开发 开放步伐之际宣布的 新华社称中国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取消了这些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 美国方面 美国答应做出一些关税减免 将暂停原定于10月15日生效的关税调涨 原定于12月中旬生效的关税 也可能会被推迟或取消 美国原本打算在10月15日 对约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从25%提高到30% 并且在12月中旬对1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另外有消息说川普总统正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公司 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 媒体报道说川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公司可以与华为合作 同时川普还说这并不是中美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而对于此前报道的中国在谈判前 谋求美国几除对其最大传认公司的制裁方面 则没有消息提及 美国方面还表示 中美贸易协议设计面很广 因此分阶段进行是很有必要的 川普也表示 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工作也将很快开始 中方已经邀请美方附近了 美中高级贸易谈判结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周五透露 中方已经正式邀请了美国贸易代表 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史蒂芬母亲 赴华进行进一步的贸易谈判 CNN记者克里斯蒂娜·阿莱西周五在推特上说 中方已经正式扩大邀请莱特·希泽 母亲及其团队下个月 在智利首都圣迪亚哥举行的APEC峰会之前 赴华进行额外贸易会谈 CNN称如果周五的谈判 以及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进展顺利 还可以为下个月在智利圣迪亚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 举行川席会做铺垫工作 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消息传出后 令消费者信心大增 股市方面也全面看涨 股市周五迎来了大幅上涨 道指盘中涨近500点 在川普与刘鹤会晤前 彭博社报道说 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已达成部分协议 让已趋于平稳的美股再度走高 此外最新报道显示 美联储拟每月购买600亿美元国库券 以扩大资产负债表 一系列利好消息传出后 美股触及盘中高点 道指一度上涨至了26,989点 涨幅494点 达到了1.9% 这使其有望创下自6月4日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当时该指数飙升了512点 或者是2.06% 标准PUR500指数上涨1.85% 是自8月8日上涨1.88%以来的最佳涨幅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攀升了2% 大量媒体报道表明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极有可能在本轮讨论中 就货币和农业采购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华盛顿也可能会推迟原定于下周开始的关税调涨 开盘后 涨势使连续三周跌势的道琼斯指数和标准PUR500指数重回正轨 受积极消息影响 Facebook 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等大型科技股均涨超1% 银行股也因此走高 其中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各自涨幅超过2% 苹果股价则上涨2% 创历史新高 芯片制造商也迎来了全线涨幅 美光科技涨幅于3.5% 塞林斯涨超2.9%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观察的全部内容 您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看法 请在节目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小铃铛 订阅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耗视频频道 及时获得频道更新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耗视频节目 还推出了热线节目 每期时间每周一下午5点的移民热线 和每周二下午5点的法律热线 将现场解答您的疑问 每期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40 我们还有全新的节目焦点大家谈 网友可以拨打电话加入节目 现场表达您对新闻时事的意见 还要告诉大家 如果您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团队 请将简历和联系方式发送到 用箱hr at chaneseinla.com 焦点观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